另外一个毋庸置疑会延伸到2022的是美中两大强国的激烈竞争 现在从地球打上了外太空 北京在这个星期二开始连续两天炮轰 说美国在太空有阿爸的行为 中国方面指控的是美国SpaceX的星链卫星 在今年7月和10月有两次故意靠近中国天河号太空站 威胁了太空人的人身安全 制造太空霸权 不过哈佛学者从太空观测资料看出来的结果说 SpaceX的卫星在那个时候已经闪避了中国的太空站 而且还指出中国在2007年发射飞弹炸毁卫星制造的太空碎片 多年来让国际太空站跟很多太空船都要很小心的避让 美中双方同样在太空都是横着走 在太空旅行已经逐渐能够普及到一般人的2021年 太空资源看起来并非属于全体共享 中美两强间的激烈竞争不但在地球上发生 外太空更成了新的战场 中方先是在本月初向联合国地状指控 美国SpaceX的卫星破镜行为已经威胁到中方太空人的生命安全 但未获重视 北京当局从本周二起连续两天 透过战狼外交官公开炮轰美方 美国口口声声宣称 所谓负责任外空行为概念 自己却无视外空国际条约义务 对航天员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中国官媒更透过多个新闻专题节目 大动作宣传美国卫星的太空碰瓷行径 犹如太空陆霸 更指控美方试图透过星链计划抢占太空霸权 这其实是美方有意为之 美国卫星的变轨技术是较为成熟的 而两次美国星链卫星之所以能够接近中国空间站 都是进行了变轨的调整 也就是说故意来进行碰瓷是大家看到的实质 美国要千方百计的强化 它的这种太空的军事存在 尤其是太空的进攻作战能力 那么这对于全人类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 和一些轨道资源 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 SpaceX创办人马斯克为了构建全球高速宽平网路环境 在2015年提出了星链计划 要在禁地轨道上投放总计一万两千颗卫星 三年来已经成功发射了一千七百多枚卫星 中方指控这些卫星不但抢占大量太空空间 更随时可能逼近太空船或太空站 引发危机 尽管整个星链计划纯属民间商业用途 但北京要求美方要全权负责 根据1967年的外空条约 各国因为其国内私人公司的一切外空活动承担责任 微博网友更痛斥马斯克 说他的特斯拉电动车业务 因为大陆民众买单才能起死回生 如今他却在太空中反咬中国一口 但马斯克反驳指出禁地轨道足够宽广 可以容纳数百亿个太空飞行器 他更以汽车作为比拟 强调轨道上的几千颗卫星 就像地球上的几千辆汽车影响不大 而北京当局对马斯克卫星的逼近指控 更被天文学专家打脸 哈佛天文物理专家麦道威不但从太空观测数据中 指出中方所提出的两次太空迫近行为 SpaceX卫星实际上已经自动反应进行避让 并未出现中方所称的碰撞危机 学者更直指 中国大陆在2007年所进行的反卫星军事试验 也就是发射飞弹摧毁近地卫星所造成的大量太空碎片 直到今天都还是国际太空站以及各国太空船 在太空飞行时需要小心躲避的对象 而北京一面驳斥外界关于制造太空碎片的批评 另一方面则大动作自我表扬太空成就 光是周三与周四两天 中方就分别从九泉与西昌发射天会四号卫星 以及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九号 而遭到中方批评的SpaceX公司 今年则透过可以回收重复使用的猎鹰火箭 发射约30次 至于已经存在于近地轨道上的卫星总数 则超过6000颗 其中美国占了约半数 2021 turned out to be a big newsy year in space no doubt about it but 2022 is going to continue that momentum and maybe even amp it up a little bit there's lots going on with more people on the verge of launching into space 太空很大 融得下许多的想法与创意 同时它也属于所有的生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